吴奇隆和流失师2015年结婚 并在2019年生下儿子 一家三口十分甜蜜 然而近年来两人却一直评传婚变 而2022年时 两人罕见打破沉默 发声明表示我们一直都很好 谢谢大家关心 没想要近日又被爆出婚变传言 有网友指出陈志鹏偷税 苏友鹏投资亏损 吴奇隆流失师当下婚姻 或许不可调和状态 今年到2025年上半年随时官宣 看看后续 天文留言处还有人爆出 小道消息说在分割财产 22年的时候已经破裂的不可调和 瞬间在网上引起讨论 不过由于最近流失师新剧一念关山 才刚播出 因此有网友就质疑是有人故意造谣 分分傻人之乎好好看女神新剧吧 看家子私生活干嘛 全部打个手 温� lets 甜品 天眼 架 天眼 on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